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癒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 大家好 現在天氣又開始熱了 經常見到在街上 或者我們自己都會 很多時候一走過 就買了一些飲品 一些東西來喝 或者有時候買了一瓶水 一些東西這樣 喝完又未必可以一次過喝完 很大杯 喝了一些之後就放在那裡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些文章說 如果這些飲品喝完之後放隔夜 那個細菌會暴增了八千倍 不是說很少的數量 是八千倍 元醫生你對於這個講法有什麼看法呢 現在香港都很流行的 台灣飲料店很多很多的 整天都看到他們排隊 年輕人排隊很久都去買這些飲品 而且你也看到是很大杯的 是很大杯的 很多時候很明顯 很多人一次過喝完就這樣買到 我記得以前家裡的小朋友都是 經常都買這些 喝過未喝完的飲品 都是在雪櫃裡面的 我們通常都是覺得 下一次記得就是喝回 都覺得算了 整天都覺得自己喝而已 不是別人來喝的 自己喝過而已 就算有口水也好 沒所謂 但原來根據新的資料 原來這些飲品 自己嘴裡碰過之後 一定會有菌的接觸 這些飲品 是會繁殖的細菌量 只是假日 可以繁殖成八千倍 最厲害的是 比馬桶更骯髒 比廁所更骯髒 是啊 聽起來一看下去 都驚嚇一下 原來在日本有個節目 實際就把五種 喝一口的飲品 放在隔壁 他沒有說有沒有放雪櫃 當他一天 發現測出來的細菌量 是嚇死聽眾的 日本節目也不知道是誰 他說拿了白開水 綠茶 蜜茶 可樂 橙濕 還有咖啡牛奶 六種飲品 測試 看看被隔壁 放置隔壁的飲品 瓶裡的細菌量 方法就是 對著瓶口喝一口 放在濕溫28度 濕到70%的空間 靜待24小時之後 再做細菌量檢測 結果發現 起初六種飲品的細菌數量 控制在800個左右 放了隔壁之後 細菌大量爆發 當中糖粉膏的可樂 和其中黃色的葡萄球菌 暴增至249萬3千8百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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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樂 恐怕會引發食物中毒的風險 而產品 因為有果糖 細菌量 部份量 部份量 2503千9百個 嘩 嘩 嘩 那重點可樂 含菌量冠軍 最高是咖啡牛奶 嘩 含菌量 是由600個的沖度 是517萬5千9百個 是否非常之驚人 嘩 嘩 咖啡牛奶 差不多是咖啡 咖啡 可能它有糖 又有奶 令到細菌的繁殖 激增量 最高 最高 這家其實很多 我經常發現家裡的雪櫃 有時候小朋友 去咖啡店 買了一杯很大杯 對 當然喝不完 有時候喝一杯 有時候喝了 剩下很多 通常就算了 就失去雪櫃 好了 另外它就用綠茶 因為綠茶含有什麼呢 是二茶素的 含菌量 竟然會跌到剩下490個 嗯 即是綠茶呢 是有抑制細菌的能力 是 OK 好了 那水呢 就翻了一倍 那就變成1100個 嗯 即是大概一倍 有600個 而那個蜜茶呢 亦都因為含有糖分和蛋白質呢 是增加到3700個 嗯 嗯 其實始終有茶的東西 都好一點的 嗯 都好像都好一點的 好了 日前呢 有一個叫做江新俊呢 亦都他有一個健康2.0的節目裡面說出來 他說如果將瓶裡面的飲料呢 倒出來呢 再喝 再放回雪櫃呢 那理論上是比較安全的 是吧 嗯 好了 但如果是嘴巴接觸的瓶口之後呢 又繼續放在桌子上呢 就容易出問題了 嗯 很簡單 很簡單啦 因為嘴巴的細菌會感染飲料啦 這樣放一天呢 都會暴漲成八千倍的 比馬桶還要髒四百倍 是 好了 那當細菌量呢 超過十萬的時候呢 就有機會是導致輻射的 尤其是呢 有什麼含有蛋白質 和糖分的飲品呢 那當然呢 最好是細菌最喜歡的環境 嗯 那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口腔裡面呢 口腔裡面呢 都有一定數量的細菌在這裡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令到呢 剛才上述所說的飲品裡面呢 大部分呢 都含有糖分在這裡 都知道糖分是對於培養的細菌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出來的 就是蛋白質 我們在實驗室呢 就是培植那些細菌呢 多數都是用那些Aga Aga其實是大菜糕那些 大菜糕那些 就是加點營養 就是一種細菌的培植 所以原來一個這麼簡單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呢 其實很多人做的 很多人真的呢 買這些這樣的飲品呢 喝了一部分 就是不要說喝一口 喝了一輪之後呢 還沒喝完呢 就放回雪櫃那裡的 是 我相信呢 有些人可能都忘記了啦 是吧 幾天之後發現了之後 都扔掉了 因為覺得可能味道都變了 但是也有些人呢 都會繼續拿回來喝的 那就是 好啦 大家知道這個資料啦 將來遇到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喝東西呢 如果你知道呢 就是不要叫大杯 總之是喝少量一點啦 喝得光最好啦 是 還有食物都是呢 就是盡量沒有隔夜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呢 原來隔夜的食物呢 是有很多些阿蕭酸的 那致癌的成份呢 那個機會是會增加很多很多的 是的 所以有時候 看到一些人就是那個 喝完一些東西 或者怎樣 又投訴 好像說食物中毒呀 或者吐舍 其實可能就是說 在處理過程之中 未必是關於供應商的問題的事 而是大家可能買了之後 喝了 用口喝了之後 又放在一個地方上面 一段時間啦 那他現在這個做實驗 就是說 放足24小時就會激增了8000倍 那但是其實 他也是因為 除了一些時間 那可能你就是放了 一個多小時拿回來喝的時候 都已經那個細菌 是有一定的數量增加了 而令到呢 你自己可能那個情況 又有不太舒服的 或者是在一個弱的情況上 出現了這些輻射呀 逃射呀 或者甚至食物中毒的問題出現了 我在日本呢 即是香港也有很多人去日本吃東西啦 其中有很多美麗的壽司店 又便宜又好吃的 其中有間在東京呢 在Imperial Hotel旁邊呢 叫做Mittoral 我每次去的時候 我們去吃的 但是記得要排一個小時的 那有時候呢 我就會避開一些正常的吃飯的時間 比如午飯啦 晚飯我都會避 我中間這樣去吃 那都排半小時 很流行的 那我第一次去記得呢 我就都不知道 哇 挺好吃的 叫多一份 結果呢 就發現呢 和我朋友兩個叫多吃不完的 但是呢 他們是不讓你帶走的 是的 他們是不讓你帶走的 即是你寧願呢 即是即時丟掉了 你是不會被打包 你帶回去的 那很明顯的 壽司是一種生的食物 是吧 即是受了變壞 細菌感染機會是很大的 嗯 那那些食店 當然不希望你 就是拿回去之後呢 出現土舍 那些食物中毒呢 就當作是他們搞出來 是的 所以這個挺合理的 嗯 那當然啦 香港人很多人呢 去外面吃東西呢 都很喜歡呢 就是叫得多 嗯 即是叫做 就習慣了打包 那其實打包的食物呢 其實是很差的 就算是飯也是的 是的 所以發現呢 隔夜飯呢 原來都是很多問題的了 嗯 所以呢 在飲食上面 我們生活習慣上 都是呢 就是大家是 折見一點 就是應該你可以 不要做大浪鬼了 OK 好 今天呢 就多謝袁先生 和我們呢 分享了今天的題目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麻煩你 袁醫生拜拜 說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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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